随着阿富汗的事件越演越烈 外界有人把矛头就指向了 是不是因为美军撤军的太突然 才会导致这样子的意外 不过也有人担心起现在的台湾 会不会也成为下一个阿富汗呢 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奇 透露他的观察 他说呢 其实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暴露了 拜登政府他们的瑕疵 以及思考的不周延 再来就是处理失准 北约同盟之间会有一些疙瘩 再来他在这个特别点名 台湾风险最大的时候 是不是等于把台湾推上了火线了呢 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因此苏奇就说了 还记得吗 蔡政府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喊出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那么现在就可以衍生成为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他认为美国呢 就算大陆侵犯我国的话 就算是他们想要来帮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看得出来是耗费成本 而不是价值 而苏西也讲到了 成本问题其实是主要的考量 美国可能远远的救你 最后只能跟你说 I'm sorry 就是我很抱歉 两样的关键 还是在于共产党的态度 他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办法被接受 还要看人民怎么想了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载的关键